5月份是申报综合所得税的时候 每天都有大批民众涌进国税局报税 不过要用什么方式能够更便捷地完成申报 国税局建议纳税义务人 可以利用多种便民管道申报 简化程序又省时 另外为了鼓励民众申办自然人凭证 只要以自然人凭证报税 还有好礼抽奖大放送 聪明报税 国税局提供多种管道 可以更便利地完成申报 像是网络操作 可以运用自然人凭证 不用到国税局排队查询资料所得 24小时都能在网络上 透过软体完成申报 省时又方便 而且也推出税额试算服务 针对申报内容较单纯的案件 国税局主动寄出税额试算书 纳税人在检释内容无误后 将试算书缴回就完成作业 简化报税程序 还有不止买速时有免下车得来速 国税局宜兰分局在中所税申报期间 规划报税得来速的服务车道 收取二维申报 网络申报及税额试算回复确认的文件 骑机车还是开车来都不用下车 就直接送件 节省宝贵时间 而不止在国税局内 宜兰分局还有走动式的行动列车 针对25人以上的单位 会派员到点辅导申报收件 这个方式对上班族来讲非常方便 自然人评证 还有金融品质的一些报税 让我们轻松的 非常简易的来报税 也希望建立网站的一个 网络的报税 让民众提升网络报税的便利性 另外税额试算是我们这个 大概我们这个税额试算会 让民众说不需要说 你跑来这边来申报 但是你只要说到税额试算 你确认以后 你就会做一个回复确认的 我们大概就可以 做一个报税的一个 完整程序 另外呢 在这个报税得来数 我们希望呢 有开车的这个车主 这个他能够免下车 然后能够这个收件 那么我们这边有三项的服务 一个呢 是二维申报案件 一个呢是网络申报的附件的收 一个是税额试算 回复确认的一个 收件动作 那这些动作呢 能够让民众呢 更简便 更方便 国税局为了鼓励 纳税义务人申办自然人凭证 只要在去年6月1日起 申办凭证者 可持证和武章 今年3到5月的统一发票 到分局或机针所对换毒卡机 而发票会全捐慈善机关 还有利用自然人凭证完成报税 或完成税额试算回复 可参加投奖一金电视 智慧型产品或礼券的抽奖活动 这项报税好礼大方送 将在7月4号抽奖公布名单 那你只有自然人凭证 升温证 那你拿到这个三月 就本年度三月四月五月的这个花票五张 那你可以到我们各分局军所呢 去对领这个毒卡机 这个是第一个我们有机不可思 欢乐送这个一个好礼大方送 另外呢 还一个报税真轻松 好礼大方送 那这个呢 所以我们推动了抽奖活动 那个奖品呢 有46寸的月经电视一台 还有各种的六种奖项 总共127个名额 102年度的综合所得税申报 从5月1号开始到6月3号为止 呼吁民众尽速确实申报 以免受罚 以兰新闻记者黄竹汉从报道